男女之间有这三种表现迟早会出事 人很多时候做的事情都是不经过大脑的 或者由于脑子一热,有些事情就成了 男女之间更是如此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契机就能够摩擦出火花 尤其对于已婚男女,对于异性一定要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 否则很容易把持不住正脚,容易擦枪走火 男女之间如果有这四种表现迟早会出事 一,长时间单独相处 单单作为一个实习生进入了一家知名企划公司 新入资厂的小菜鸟处处受阻 但幸好得到师哥李强的帮助 在业绩和专业,李强都给单单很多帮助 单单也知道李强有点喜欢自己 但单单已经有了男朋友,而且感情也非常不错 因此一直和李强保持适当的距离 但依次外地的出差让他失去了方寸 长达二十多天的出差 单单和李强虽然很累很辛苦 李强还触控带单单出去旅游 最后一天业务也谈成了 两人十分高兴 开了几瓶酒庆祝 结果第二天起来 单单发现李强躺在他身边 单单只能在李强和男友之间矛盾万分 二,不要过度亲密 很多女人都有所谓的男闺蜜 拦言自己 很多秘密都会讲给所谓的男闺蜜听 关系也好得不得了 而且觉得男闺蜜只是拿他当朋友 其实不知道 一个男的如果愿意做一个女的闺蜜 大概是对女的有好感 只是女的还傻傻的不自知 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属感情的最好 不要有所谓的异性亲密朋友 三,过度玩笑 甚至动手动脚 刘刚的一次玩笑彻底颠覆了 清清对他的印象 刘刚是清清的上师 平常不苟言笑 但公司聚会时 却各种婚段子层出不穷 有时候公然拿清清开玩笑 清清碍于同事情面 不好发脾气 但更过分的是 刘刚看着清清的退让 反而觉得他在莫属 有一次聚会 还对清清动手动脚 清清当场就甩了刘刚一巴掌离去 第二天就辞职了 男女之间一定要把控好那条红线 男人要专一 不要吃着锅里的 看着碗里的 管好自己的皮带 而女人有时候 也不要顾及所谓的面子 该勇敢拒绝就要适当说出来 否则会给男人更多纵容感 男女之间还是存在点距离比较好